根據國家氣象局的氣候預測中心最新發佈的10月天氣預報, 兩州本月可能經歷高於平均水平的氣溫,而降雨量與往年水平大致相同。 據德來說,該州各地有40%至50%的可能性會經歷高於正常水平的氣溫, 唯一例外是該州的西南角,該地區出現高於平均氣溫的可能性 計乎33%至40%之間。在降雨量方面,與往年相比, 紐約州在10月的降雨概率大致相同,降雨量可能高於、低於或等於正常預期。